現在離新聞也快四年了吧 所以其實就是會 回歸我們的本性 所以看你們的愛情 看起來好像單身這樣是不是 就是 很有各自的空間 為什麼沒出來跟大家講 就有一點點那個 事實都會登書一下自己 女藝人的身分 過不一樣的生活 所以現在整理得還好 滿好的耶 就覺得跟以前很習慣的工作 就是拉開一點點的距離之後 就會有新的創意 在休息的時候都會幹嘛 就每次大家問我這個問題 我都想說 其實真的也沒幹嘛 那後來就想說 休息的真諦不就是沒幹嘛嗎 對就很Chill 不做任何 去勉強自己的事情 因為因為你比較少就是營業 那大家也覺得什麼都不放閃 好想看你跟老公的狀態怎麼樣 你知道我們兩個都天蠍座 其實就是很重隱私 然後之前新婚嘛 你就難免有點忍不住想分享 那現在離新婚也快四年了吧 所以其實就是會回歸我們的本性 就是我們都不太拍照了其實 所以看你們的案件看起來很像單身這樣子 是不是 就是 很有各自的空間 就是因為一放閃 有時候大家就會一直追問 然後或者是會把我們的一些 甜蜜的關係神化 然後我覺得 好像其實我們就是一般夫妻而已 對太過浪漫化了 就想說算了啦 其實我們就是一般人而已 就低調一點 我其實不確定會不會辦了耶 已經過了那個最衝動的 一開始因為我本來也就是不是那麼高調 新婚的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要辦大一點 一年就沒辦起來就碰到疫情了 現在就覺得 有一點來的耶 其實也是有點來的 好累喔 其實很多人在這個過程 弄得比工作還工作 那大家很關心 老公今年有沒有回來過年 會啊會啊每天都回來過年啊 很孝順 準備什麼你拿手菜嗎 我喔 都知道我煮嗎 就家裡那些長輩都超會煮 但我們會買啦 因為我們煮的真的端不上檯面啦 這新的一年有沒有工作新作 因為其實我也把自己整理的差不多 今年就是期許自己要有作品